好,这里是九品旗舰店 今天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 我们九品粉碎机是如何拆装刀片的 好的,那我先把刀片拆开 大家看一下 首先打开我们粉碎机 我们这里有三块,三块刀片的 好的,那 首先 我们随机有赠送一个套筒 这个套筒规格是14号的 那我们现在把套筒左手 左手拿 十字螺丝刀 然后插入 插入螺丝孔里面 然后右手 左手紧握垂直 右手顺 往逆时针方向旋转 好的,大家看一下 逆时针方向 好的,我们拆开了已经 那我们先把套筒去把它拿出来 这块是辅佐刀片 我们是 这一块 好的,最下面这块是辅佐刀片 好的,有时候我们最下面这块刀片 无法拿出来 这边我也给大家来讲解一个比较 就是说怎么样把下面这块刀片拿出来 有的情况下是 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一个拉码 这个工具来打开 如果说没有拉码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的 就是一个笨办法 好的,那我们把下面四颗螺丝 四颗螺丝拆开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实际上我们这个螺丝也是不锈钢的 那大家有时候是为什么要拆更换刀片 就是因为刀片用盾了 最后才更换刀片呢 因为说大家要把粉丝机上拆下来的原因就是 有些情况我们 因为我们在粉丝一些像一些粘性的 比如说 蚵胶 比如说那个冰糖这种类型的 那就是像芝麻糊这种 它可能会粘在这个机上比较无法 无法就是说用刷子把它清除干净的 这种我们就要把机上拆下来之后来清洗一遍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把那个 刚刚我把这四颗螺丝已经拆下来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稍微用一点力 大家可以稍微用一点力 不要用力过门了 用力过门可能会损坏 粉碎机舱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如果说有纳玛这个攻击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纳玛 因为我这种是处于强心的 把它拆出来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了 最下面这块刀片已经拿出来了 那我们最下面的话就是 是我们的电机 电机之后还有我们的一个 这个简历的这个 一个垫片 垫片像我们这种 我们所采用的这个垫片也是 这种硅胶的 这种很 就是说没有异味 是透明的 然后拉伸性也很强的 不像有一些商交它采用的是 黑色的那种垫片 就可能说 寿命没有那么长 而且有一定的异味 这样子 OK 那我们已经把它拆开了 现在我们来 现在就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机舱要清洗 或者是用水洗都是可以的 但在机器上面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装上去 好 装上去同样是对好位置 好 大家可以看这边垂直的 对好位置的 然后我们把四颗螺丝拧进去 把四颗不锈钢的螺丝拧进去 像我们这个刀片 刀片的寿命 刀片的寿命的话 一般就说如果说 如果说像经常每天都使用的话 大概可以使用半年 半年左右 如果说平时用的比较少的话 像一年时间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看根据个人的一个使用量来 和一个粉碎的一个物品来 来判断的 OK 我们现在把 把最后一颗螺丝放上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安装的一个顺序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拆这盒装的时候 有些小细节性的东西 最好是不要把它漏掉的 比如说小垫片这种 螺丝垫片这种 千万不要把它漏掉了 像这里有一个垫片 是要盖住 盖住这个以防止 我们这个非城掉路下面去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机枪紧固在机身上面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 来安装我们的一个刀片 刀片的话 我们首先还是把这个 把我们的这个盖子盖上去 OK 那第二步的话 就是我们放入我们最底下的一块刀片 这一块刀片也是我们的一个辅作刀片 在我们赠送的刀片里面是没有这块刀片的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可以用把它放在上面里 轻敲 OK 它就下去了 然后放入第二块刀片 这一块是我们的粉碎刀片 OK 这一块也是我们的一个粉碎刀片 好的 我们把这三块刀片放进去了之后 那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一个垫片放进去 大家 在拆 拆除之后 千万不要就是说把这些小细节性的一些东西漏掉了 有时候因为漏掉了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就是会导致螺丝松掉 或者是在粉碎的途中的时候 这个东西奔出来的这种都有发生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东西还是谨慎操作 大家稍微仔细一点 因为这个本身它是一个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一个过程的 就是拆和装都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只要细细一点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的 我们现在把它已经装上去了 装上去之后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把它紧固 紧固的话和刚刚拆是刚好是一个反方向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往顺时针方向旋转 大家有时候在加工的时候 加工一段时间 或者说加工 加工完那种像填气那种硬一点的东西之后 也可以把刀片紧固一下 再粉这样安全 OK大家可以稍微用点力把它紧固 好的 那现在刀片已经紧固了 我们这个过程也完成了 就大家有时候想随起这个机上的话也是可以的 要把它拆下来 不过这点大家需要注意 好的感谢大家 OK